第四季政府,劉工局,這次行選團 台南市政府,劉工局,這次行選團 今天4月17日,年水港匯祭港,兵分兩路 分別前往安南区學家区,進行榜獲修憲 其中安南区修憲陳柯榮,陳柏隆,88年齣的副執黨 王菲港七十九年齣三人因緣際會,在世間津理事長 修憲之下,先加入祭港行選團的勝利金 今天也是秀儲財務修憲志港,都感到非常有意義和高興 若是劉工房屋修憲可以繼續,穩足到今天 已經完成174號的修憲案 感謝國工匯協會志港,非常奉獲的精神 一同維俗世絕魂服務,堅守共創 溫暖到富有人前面的台南山市 六江九州,王新紀標示 我們今天的房屋修憲一共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安南区,一個是在斜甲 兩個都是我們米水之公,在治理事長 帶領之下的啟動裡面相關的施作 今天我先來到安南区 今天所看,我們後面有兩個師傅 等於是三個志工,這個都是新加入 今天是第一次 當然,一個志工是我們市理事長 剛好在這樣的一個公立上 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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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我們這個年輕夥伴說OK 他還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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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們這個好朋友 鄧瑜哥哲原爸爸 他們爸爸說我現在做土地元 是可以和他叫他叫 所以我們現在看了情景 像我們現在除了夫婦之外 我們的所有的志工夥伴 我們要再找志工 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尤其今天我們三位志工 一個爸爸兩個這樣的年輕人 我們看得很高興 代表市長感謝他們 我們看到年輕人也投入我們這樣的 公益向善 我們來做志工來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很感恩 阿朗府電視安家 育有兩位主女 齊齊的每季節的時間 需要斷營化療 需要照顧切豬路 因此無酒業 居住在五十年的老廚 已經嚴重破損到老水 家庭的屋況到門村的 大廚生海 學家居四十五年 居未分獨棋的家庭暗宿 因為居民的大廚手機已經齊渡 驚路繁慢 目前依靠中介老人典貼 住在鐵皮膚前路無齊塞 六甲局長 翁仙義表示 歴史六甲房屋休憲 可以繼續運作到驚喜 感謝國工會協會志工 直播一家人的犧牲奉獻 共同為歴史俗軍服務 堅守共創 穩穩富富人前面的台南三次 以上是獨立網新聞網報道